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宋朝时 习州有个名叫李峰的小伙 十八岁拜了个师父学二皮匠 奈何他本人生性善良 干不了此营生 故两年后便此别师父 不算出师 而是不再干这一行 什么是二皮匠呢 这是一种跟贵子手配套的职业 过去行众行者称贵子手 将犯人脑袋砍下 家里人便会找人缝合 干此营生的人便被叫做二皮匠 此活要夜间去干 胆子虚大 且要心硬如铁 而且在逢时需要长时间避弃 李峰时再无法适应如此的生活 便跑回家中 说什么也不再去 李家贫困 李府原本是想给儿子找个吃饭的门路 可不曾想他根本干不了 更让李夫万万没料到的是 儿子学二皮匠不成 还耽误了娶媳妇 原本家中条件就不好 别人一听他拜师学过二皮匠 都会马上摇头拒绝 导致小伙子25岁上没娶妻 人活一世 得有个安身立命的根本 任何人都需要有个吃饭的门路 李峰虽然拒绝了干二皮匠 但他跟师父两年 还学到了一些别的东西 比如他能尝试兼臂器 另外还学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方子 也不知道老二皮匠从何得知这些方子 世人多不得闻 用的东西也稀奇古怪 李峰很少使用 但用则必重 每每为人看好玩极 父母献他有此等本事 就想着让他打出名头 可他又拒绝了 按照他的说法 这些方子太过奇怪 他能不用就不用 父母被他气得半死 25岁上没娶妻 如果能用此赚来钱财 娶上媳妇不好吗 为时模不用呢 他的所作所谓让父母无法理解 特别是父亲 每每被他气得破口大骂 他知道父亲是为自己好 也不反驳 他越是不反驳 父亲便越是生气 父子二人关系紧张 虽说不至于兵探不同气 还数不坚实 但能不碰面就不碰面 眼见自己在家中会导致不目 李峰想了个主意 自己出去游历 反正家中无妻 父母尚见 自己不在家也漠视 在家反而会惹他们生气 还不如躲出去 这样父亲眼不见心不凡 故他经常外出 多则半年 少则两三个月方才回家一次 父母极为无奈 最后只好随着他去 就当没有这个儿子 这一年春天 他再一次出发而去 这次是进山 以往他外出 多走些平坦大道 但思来想去无趣 不如进山看看别样风景 有人会觉得奇怪 他年纪轻轻 却不是生产 天天在外面跑 干什么呢 小伙子莫干坏事 反而做了不少好事 比如他会帮一些孤寡老人干活 遇到一些老人伤痛 他也会尽量用不太偏的方子 为人诊治 如此下去 他极有可能成为一个游方郎中 此次进山也有是一些草的目的 他外出不带太多东西 主要是怕陆玉强人 如果身上带有值钱东西 反而会危险 身后被个被篓 装些衣物便是他的全部行李 轻装减刑 倒也一直平安无事 但这世间有太多意外之事 他多次外出 已经极有经验 可这一次还是遭遇了危险 山中不比平路 有时候是扬长小道 有时候干脆没路 假如迷失深山 则会更加麻烦 他也明白这个道理 尽量捡一些被踩出的道路行走 不至于被困 可这次他想试草 难免会爬山 当爬上半山腰时 脚下一滑失去平衡 整个人向下滚落 重重跌倒在山谷之中 头晕脑胀之际竟昏死过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悠悠醒来 只觉头疼欲裂 上眉睁眼 就听到雨声入耳 瓢泼大雨正在下 但他身上没湿 这说明被救了 睁眼一看 他处在一间衣衫而挖的山洞中 洞中亮着一盏昏暗的油灯 洞壁有黑 靠着里侧地上放着一堆树枝 树枝上还铺了一些东西 显然是此洞主人睡觉休息的地方 环是一周 洞中此时只有他一个人 自己这是走了好运 在昏死过后被人救进了洞中 他暗自庆幸 假如没被人救起 万一被山中猛兽遇到 自己只怕会凶多吉少 就算没有猛兽 如此大雨 如果没有此避雨山洞 怕也是会将自己淋出毛病 得好好感谢一下救命恩人 想着这些 他扶着上在疼痛的脑袋站了起来 想到洞口看看 不料刚到洞口 就和一个人撞在一起 近来之人发出一声惊呼 他赶紧后退 因为他凭着声音听出对方是个女子 女子进洞后 他方才有空仔细打量 女子穿着的体 体型婀娜 脸上蒙住一块白纱 看不到样子 李峰暗暗奇怪 看着女子像个姑娘 却为何会独自一人住在这种山洞中 她没有家吗 他心中好奇 对着姑娘失衣了礼 在下李峰多谢姑娘搭救 姑娘显得有些拘谨 两手紧握在一起半蹲环礼 却并没有说话 姑娘两手白皙 不像个受苦之人 姑娘也不说话 刚才衣服淋湿 她熟练堆起一些柴 点燃后坐在火边烤衣服 火堆上方有个有蜿蜒的洞 把洞中之烟排出大半 倒也不呛人 李峰心中十分好奇 但看姑娘并不像多说话 她有些尴尬坐下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一直过了半个时辰 姑娘突然说道 外面有雨 不方便走 等雨婷 先生便离开吧 人家姑娘一个人独自居住在山洞中 自己一个男人在此 确实多有不便 李峰赶紧点头说道 这也是在下心中所想 在此借宿一夜 等到天亮雨婷便离开 不会给姑娘惹上麻烦 听她所说 姑娘点头表示同意 又默默煮了些菜粥 让李峰喝掉暖身 两人哭作一夜 到天亮时雨室稍小 李峰心中暗暗发愁 有心在此处等雨婷 可又怕姑娘不乐意 思来想去 心意横站起欲走 姑娘也不挽留 可她刚到洞口便愣住了 洞外不远处 有几个人正气势汹汹而来 这几个人看到洞口站 碰上的李峰 他们也有些吃惊 片刻后 有人破口大骂住回转 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而另外的人则快速到了洞口 这是几个小伙子 歪头打量李峰 嘴里阴阳怪气说道 程小姐这是养了个人在洞中 这灾心是想害人 李峰听得直皱眉 这几个出言不逊 简直是岂有此理 洞中姑娘听到外面的喊叫声出来 李峰看到她两手紧紧握成拳头 身体也在颤抖 显然是气坏了 哟 程小姐生气了 你怎么不把面纱摘下 让这想占便宜的男人看看 还有没有兴趣 李峰再也忍不住了 她对着这几人说道 你们是谁 为何要对一个姑娘冷嘲热讽 在下昨天从山上跌落 是这位姑娘出手搭救 下雨不便离开 此时正要走 几个人根本不听她的 严肃看着姑娘说道 程小姐 非是我们无情 昨夜的雨你也看到了 这都是你带来的灾祸 你要磨远离这里 要磨就吊死 不要让大家都染上和你一样的病 更不要给大家带来灾难 姑娘低头 眼中有泪滴落 李峰听得莫名其妙 这些人为何要说姑娘是个灾心 昨夜下雨 怎么会跟姑娘有关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这些人为何如此愚昧 她正欲说话 一个小伙子突然奔跑而来 伸手扯下了姑娘脸上面纱 她扯得突然 姑娘猝不及防愣在了当场 李峰一看便大吃一惊 姑娘额头白皙 眼睛漂亮 只是从鼻子下到嘴四周 都已经烂掉 片片红色斑点 破后便流出黄水 显得极为丑陋吓人 姑娘反应过来 尖叫一声 捂着脸蹲在了地上 几个小伙子则哈哈大笑 扯掉姑娘面纱的小伙子 洋洋得意看着李峰 怎么样 还有兴趣跟他共处一栋吗 哈哈哈哈 李峰听得皱眉时 远处又来了几个人 未首的是个中年人 看穿衣打扮还挺富有 到了此处 中年人看着无脸蹲在地上的姑娘连连甩手 京儿 你 你怎么还没有离开 成员外 他离不开了 昨夜大雨你也看到了 他要为此付出代价 留着也会传给别人 不如让他一死来的痛快 中年人爱声叹气 却并没有拒绝 李峰虽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但可以推断出个大概 这姑娘不知道为何导致面目溃烂 故而被赶到山上独自居住 这些小伙子应该都是村中之人 他们觉得昨晚大雨是这姑娘引来 加上姑娘怪疾缠身 他们认为姑娘带来的灾祸 想让这姑娘死 只是 这中年人又是谁 他尚在疑惑 姑娘却松开了五脸的手 看着中年人冷静说道 叔父是同意了他们所说 李峰震惊地瞠目结舌 继而明白过来 这些小伙子叫姑娘成小姐 叫中年人成员外 原来姑娘是此人侄女 这成员外听到别人想让侄女死而无动于衷 京儿被折磨今年 每日里也是痛苦 不如不如 成员外喃喃说住话 虽然没有说明白 但李峰和姑娘全都明白了她的意思 成小姐心灰意冷 两眼中有泪 脸上却在笑 好 好 既然叔父为难 京儿这边去了 她说完就欲转身进洞 几个小伙脸上露出猙獰的神色 李峰却拦在了洞口 我看你们谁敢动她 几个小伙子听后非常生气 这个人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竟然敢阻拦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他们欲要对李峰动手 可李峰不是个文弱书生 他跟着师父学二皮匠 拾学了拳脚 加上这几年经常游历 练出了强壮的身体 寻常人三五个根本进不了身 几个便将小伙子们打倒在地 他盯着成员外大吼 洞里是你侄女 你竟然想眼睁睁看着他死 你真是疯了 他只是得了病 有什么罪 在下知道一些方子 可以帮他 几个小伙子爬起来还欲在上 成员外喝止了他们 看着李峰说道 你真能救金儿 要如何救 李峰刚才看到了姑娘脸上那些溃烂之处 溃烂是星星点点的疙瘩斑点导致 此状和师父当年说过的一种窗坡位相似 有些人皮肤娇嫩 受风薅后便会染上 只是他也仅仅是听师父说过 而且师父所说的制法特别无奇 他从来没有用过 此时情况危急 他也顾不上许多 告诉成员外赶快牵一头羊来 另外还需要一些麻油 成员外脸上有疑惑 可还是忙不迭点头答应 李峰也看出来了 成员外对成金儿有万般不舍 毕竟是他的侄女 但又恐惧他脸上这些溃烂 左右纠结 此时听自己能让他好起来 自然会同意 看众人离开 李峰蹲在洞口沉默 怪不得他一夜都不摘脸上面杀 怪不得他让自己天亮就离开 原来他是觉得自己丑陋 同时也怕那些小伙子会对自己不利 这姑娘心地善良 要不然怎么会就自己回来 他自己过的什么生活 却还看不得别人可怜 如此心地善良的姑娘 不该受此对待 姑娘莫要心急 把原因细细说给我听 兴许能好起来 成金儿被此纠缠多年 早就放弃了好起来的心思 多少次他都小姨死了之 此时也认为他是在安慰自己 不过他心中有冤屈 既然问便依土未快 原来他原本面容娇好 只是命苦 幼年时父母双亡 一直随叔父生活 18岁 叔父做主给他定了亲事 在出嫁前 他外出踏青 回来后下巴上就莫名其妙 出现了这些东西 欺养难忍 反反复复 一直好不起来 为此 男方家退了婚室 他也再没有嫁出去 到现在已经好几年 这两年更加厉害 村里人怕别人也会患上 所以就把他赶到了山上 叔父先是不同意 可嫁不住人们一直要求 他只能独自住在这栋中 李峰听得暗暗可怜 如此一个姑娘家 独自住在山上洞中 他不害怕吗 他不孤独吗 不过 京儿所说 和师父当年所说差不多 兴许能好起来 没过多久 成员外便让人送来了 公羊和麻油 但送的人马上就又离开 一刻也不想在此多停留 京儿并没有抱多大希望 事实上连李峰也暗自忐忑 以为他从来没有试过 只见他将公羊下巴上的 胡子揪下来一些 然后放在一块石头上 用火烧成灰 接着将墨油倒上 搅拌成糊状 又均匀涂抹在京儿下巴上 此法须即日 我也不会离开 就在此等候 京儿被这些奇怪的味道 熏得直欲呕吐 但却点头答应下来 到了第三天 京儿脸上开始结巴 第五天 这些结成的巴托洛 露出了里面娇嫩皮肤 李峰乐的在原地转了几圈 京儿抚摸着自己的脸 不敢相信看着他 继而嚎啕大哭 他哭着几年所受的委屈 哭着几年所受的恐惧 当成京儿好起来后 李峰才看出他有多漂亮 夫若宁之 娇俏可人 如此一个姑娘 成员外怎么能忍心 让他一个人独居山上 好起来的成京儿 再不用住在山上 连同李峰 都被欢天喜地的成员外 接回家中 大家都震惊了 不明白李峰是何方神兽 竟将京儿变回原本模样 李峰对这些人的疑问笑而不答 姑娘好起来 自己也快要离开了 此法纯属偶然 保险起见 他不会告诉这些人 成员外让侄女独居山上 也是没有办法 此时侄女好了起来 成员外大摆宴席 宴请亲戚朋友 也为了弥补这几年 对侄女的亏欠 可是成京儿并没有高兴起来 这几年对他的创伤太大了 当他毫无办法 被人赶上山时 叔父没有坚决阻拦 这伤透了他的心 虽然此时好了起来 但他想要远离这里 他再不想陷到那些曾经对自己冷嘲热讽的小伙子们 怎么样才能离开这里 随着救了自己的李峰离开 成京儿心中暗暗打定了主意 所以他没让李峰马上走 而是问他有没有婚配 李峰面红耳赤 他已经25岁 却还没有婚配 有些对不起父母 人家成京儿虽然跟自己同龄而莫婚配 是因为人家此前有顽疾在身 如果没有 以他的相貌 肯定会求者云疾 见他摇头 成京儿点头 但又不说为石膜点头 搞得李峰莫名其妙 果然不出李峰所料 闻听成京儿好了起来 马上就有媒婆上门 其中就有之前退婚的那家 让人惊掉下巴的是 成员外竟然想要同意 要知道 对方几年前退婚 然后又娶了别人 成京儿再嫁过去便是坐小 成员外竟然想要答应 李峰同样吃惊 不明白成员外心中所想 按道理说 被人退婚事件丢人之事 成员外该愤怒 哪里有京儿好起来 对方再来求救答应的道理 而且对方已经有了正妻 成京儿漂亮可人 却要过去坐小 其实成员外也有他的苦衷 不管怎么说 成京儿只是侄女 而他和对方家里多有生意来往 不答应 怕生意就会停滞 这就是他答应的理由 他答应了 成京儿不答应 他要嫁给李峰 他要随李峰离开这里 成员外和李峰听到 他的话都惊呆了 李峰有些不知所措 之前成京儿问他可曾婚配 他还不知道喂食魔 此时算是明白了 原来成京儿心中早有打算 成员外震经过后就苦口婆心劝成京儿 李峰救了他是不错 但看他一个人游历 且不起马不起骡子 连头驴也没有 说明家境贫困 如果嫁给他 就等着受罪去吧 而人家家里呢 富裕非常 嫁过去就是享福 如果真要感谢李峰 可以送给他一些钱财 但实在没必要以身相许 成京儿看着成员外的眼睛叹了口气 叔父并不知道 京儿因何要嫁给此人 这几年 京儿过的是非人的日子 一个人住在山上 京儿害怕 可是害怕能去找谁 叔父没有阻拦 人游京儿住在山中 他们认为京儿带来了灾祸 叔父反而认为是重解脱 所以 京儿讨厌这里 想要远离这里 成员外脸上清一阵白一阵 他听明白了 京儿这是在埋怨他 他在这件事上的却有私心 不该放弃京儿 可是 他还是不能放着京儿嫁给李峰 恼羞成怒的他要另做安排 非是叔父想要贪图人家钱财 而是叔父担心你随他远嫁后会受欺负 你如果坚持 叔父也同意 但咱们明天再说此事 你看可好 成京儿看李峰 李峰赶紧点头表示同意 见他点头答应 成员外挥手让他先去休息 等李峰走后 成员外又叫来儿子 跟他悄悄说了几句话后 儿子转身而去 成京儿隐约感觉叔父还有安排 但又不知道是何安排 可李峰根本不拒 安慰了成京儿几句后 自己便进入房间休息 成京儿想的没错 成员外的却有后手 事出仓促 他借口要考虑一夜 实际上他做了别的安排 三更天时 正在房间中沉睡的李峰被惊醒 只听外面传出一阵拍门声 他起床打开门 成员外拉住他手交集说道 糟糕了 京儿被人带走了 李峰大吃一惊 赶紧问是怎么回事 成员外带着哭腔说 虽然京儿已经好了起来 可是村中那些小伙子 害怕他会再复发 故趁着夜色将他带走 要将他沉河 李峰大魏焦急 赶紧随着成员外出去 不料刚到河边 草丛中突然窜出击人 措手不及的李峰 被他们制服后绑上石头 接着便将他投入河中扬长而去 短暂的慌乱后 李峰明白了 这是成员外的遗迹 石头沉重 但河水并不深 将将淹不住他的嘴 如果他不挣扎 那么便不会被淹死 等到天亮 成京儿可能都已经嫁给别人了 而如果自己想要解开绑着自己和石头的绳子 那么便需要沉入河底 寻常人的避弃时间根本无法成功做到 成员外并没有天良丧尽 至少没想到杀人 但成员外并不知道 他避弃时间极长 这是以前跟着师父使苦练出来的 他沉在河底将绳子挣脱后服上岸 越想越是生气 成员外说不图人家钱财 可为了让京儿嫁给对方 竟对自己使出如此方法 他不仁 羞怪自己不易 想到这里 他从河边向村里奔 趁着夜色进入成员外家 却发现成京儿房间中亮着灯 里面还传出说话声音 他躲在后窗向里面窥视 见成员外正在跟成京儿说话 成京儿一脸惊喜和诧异 叔父要为京儿和李峰举办婚事 可为何如此仓促 李峰现在何处 成员外叹了口气 李峰此时已经被叔父带到了别处 他会从那边来娶你 叔父为了弥补之前的过错 特意这样做的 带到完婚后 你们爱干什么便干什么 爱去哪里便去哪里 成京儿眼睛中有了泪 对着成员外连连道谢 成员外也是双眼含泪 让他换上喜服 准备着上轿嫁人 他说完便出了门 成京儿则关上门准备换喜服 李峰在窗外想了想 明白了成员外所谓 他把自己绑在河里无法出来 然后又骗成京儿说安排了婚事 实际上 他是让别人来娶成京儿 但是对方不露面 紧来一帮人抬着轿子 将成京儿接到轿上抬去 成京儿以为嫁的是自己 其实还是以前和他定过亲事的那人 还是他自己乖乖上的叫 等到了地方 他再反悔可就晚了 而到了明天天亮 成员外再将自己放了 可那时候成京儿已经嫁过人 他的目的完全达到 真是个狡猾的老狐狸 想通其中关节 李峰不再犹豫 马上从窗口跳了进去 里面的成京儿吓了一跳 不是要成婚吗 他干嘛从窗户跳了进来 身上还是露露的是怎么回事 李峰将自己遭遇和成员外之际 告诉了他 成京儿气的翘脸通红 你可相信我 你愿意随我走吗 听李峰如此问 成京儿赶紧点头 李峰对他说了几句 成京儿点头答应 两人开始行动 过了大约半个时辰 外面传出脚步声 成员外在外面轻唤着成京儿 并且打开了门 成京儿蒙住盖头坐在床边 随着人走出 并且上了轿子 对方抬着轿子急匆匆赶路 到了一户人家后 让他先进入新房 等着对方接盖头和饮和紧酒 独自一人在屋内的成京儿将盖头取下 虽然穿着喜服 但人却是李峰 他将盖头扔在床上 把后窗打开就跳了出去 在轿上时暗暗记下了路 原路返回后直奔山上 一直到了成京儿以前所住的那个山洞 成京儿正在此等候 原来 李峰给他们来了个替换 他穿上了成京儿的喜服 随着对方上轿 大家都混乱时 成京儿则逃离成家 在此地等候他来 两人碰面 再不敢停留 一路向山外而去 至于后面会发生什么 他们也管不了这许多了 经过几日夜的奔波 两人出山 李峰多次外出游历 但此次游历却带回来 一个娇滴滴的大姑娘 这让家中父母惊喜和不解 也让别人茫然 李峰也不解释 只说这是自己在外面索取娇妻 从此 二人在李峰家里生活下来 李峰家中生活不是太好 但成京儿从来没有嫌弃 而李峰也凭着之前 学成为一个郎中 和成京儿一生恩爱 直到终老 终其一生 成京儿再没有进山 没有再去叔父家 而他们二人也从来没有跟人提过为何会结识 对于成京儿来说 那是最可怕的回忆 所幸的是他遇到了李峰 救了出水火 并且有了后半生的幸福生活 诸位 成京儿的前半生仅是不幸 他自小父母双亡 不得不寄养在叔父家中 人漂亮 还心思敏感细腻 原本 他会嫁给别人 过上另一种生活 可不幸的是竟染上了怪疾 导致他嫁人不成被退婚 退婚上且不说 还被人赶到山上居住 一个姑娘家 独自住在深山中 还要承受怪疾的折磨 她的无助和痛苦 别人无法想象 就在别人欲要让他一死了之时 恰好碰上了李峰 李峰救了他 而他要以身向许来回报 这种回报受到了叔父的阻拦 并且设下机来骗他们二人 还差点成功 幸好李峰有绝技在身 二人成功逃脱 才有了后面的幸福生活 以前有多不幸 后面便有多幸福 成京儿当然会珍惜 这也是他幸福的原因 其实成员外并不是个大恶人 要不然他会将李峰灭口 这样一了百了 他没有这样干 只是想将他暂时禁锢 只要成京儿嫁人成功 他便会放了李峰 但是他的贪婪和自私也是真的 因为自私 他对染上怪疾的成京儿 不管不问 因为贪婪 他想让成京儿嫁给一个 不想嫁的人 最终 他的目的没有达到 想来对方在进入洞房后 发现空无一人 也不会跟他善罢甘休 但那些都是他自找的 怪不得别人 李峰去学二皮匠 同时学会了一些方子和碧气 最终 二皮匠没有干成 可方子救了成京儿的命 碧气救了他自己 民间说一多不压身 他知所学 终究没有白费 您觉得呢 你们以后看完这故事 我希望可能给您带来收获 如果您喜欢我分享的内容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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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